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要强加一下 即使洗了手 也要尽量不要揉眼睛 不要碰鼻子 嘴巴 什么时候需要洗手呢? 在一般的情形 吃冬季前 上厕所之后 醒鼻涕之后 看病之后 都需要洗手 看完病人之后 双手没有明显弄脏的情况下 我们还需要洗手吗? 当然 环境里面取得看不见的细菌病毒 双手容易直接或间接接接到病毒 所以离开医院前 也要洗手 洗掉手上看不见的病菌 保护自己 也避免将病菌带回家里 到底什么是干洗手液呢? 我们要怎么样使用呢? 干洗手液就是酒精搓手液 干洗手液 它含70%以上的酒精 还有它的杀菌效果 真的是比我们一般肥皂性的洗手液 要有效得多 但是它没有办法将百分之百的脏的东西去除 像一些沾黏在手上蛋白质一类的物品 不能洗得很干净 酒精性的洗手液的好处就是很方便 不需要洗手台 平常接触到污染的物质 但我们手上眼睛都看不见有污染的地方 我们只要将它挤压在手里 将它搓到干 通常只需要几秒钟的时间 就可以将细菌杀掉了 铁萨罗里加前书五章十六到十八节说 要常常喜乐不住的祷告 凡事谢恩